大家好 升旗得讀 今天是2024年2月1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星期四的晚上 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最新的時事 這節我們鏡頭一轉 我們回去研究中國大陸的問題 這次也不只是我說了 是MIT的教授 紅衫代 直接出來批評 中國大陸的所謂經濟模式 評論相當尖銳 說中國大陸的經濟模式神話根本 壓根箱不存在 過去很長時間 由於中國大陸 彷彿有經濟神話 中國大陸模式更加 成為了很多五毛 藍絲 西方社會裏面的左膠 趨之若傲 的一個追求的東西 以為 左派 的方式 崛起了 能夠成功了 有很多 西人 說真的 西方很多 傻瓜 以為中國大陸是一個 非常之成功的社會主義模式 這班人 就是會做很多 極之愚蠢的所謂左翼行為 所以我們在香港那個傳統的經濟 的政治光譜分類 其實我們一直算是左翼的 因為香港實在太離譜了 香港 是 坐擁大量的財富 然後 丁點兒的福利也說不給普通人 所以我們是眼見不公平覺得 一定需要 派一些福利出來 如果從 香港的光譜計算 我們 經濟算是左翼 來到歐洲就不可能了 歐洲的左翼標準高到 是不可能達標的 美國更加不用說了 平權平到 男女似 要不准分男女 這樣的平權法就留給你了 我們就不會平了 這班人 真是會誤信大外宣 以為中國大陸 每樣東西都很厲害 產品又便宜又多 然後 社會主義模式成功了 人們很幸福啊 美國也好 歐洲也好 也有一大班左翼人士 將這個 中國大陸 的經濟模式 捧到上天 他們現在應該知道 這件事根本不是這樣運作的 所謂的中國經濟模式 根本由始至終 就是一場 謊話來的 只不過 是一個 是中共的對外宣傳 好這一節我們繼續詳細講下去之前請各位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我們各有崗位請各位緊守著自己崗位 雖然這個是工作 但是 如果你覺得 是一種責任的時候 你做起來會開心很多 各位 就算你上班也好 你應該除了 當成 收入之外 你也必須要 把它當成是一種責任 所以我們各有各不同的崗位 我們的責任就是做好我們現在眼前的功夫 做好 適當的時事評論 把最好的 資訊告訴大家 把深入的看法 還有把坊間的歪理 駁斥 而你很簡單 做好你的本份 作為一個聽眾 當然也不是叫你 無限制 去支持 我們從來都沒有要求過聽眾 無限制支持 只是做好支持六部曲 還有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播放 是非常之簡單的工作 所以 你是做得到的 而訂閱Patreon也是一樣 我們也會繼續提供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所以 有人願意支持 也是 正常和無可厚非 是本身應該要有的事情 我們從來都沒有強制 其實 我們剛才所說的 也正好體現了 我其實是自由經濟裏面一個 非常之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情我願 我們先把 不平等條約 大公司對小市民分開 正常的自由經濟 必須要有 大家雙方的意願在裏面 即是說 如果 不是有大家的意願在裏面 你是沒辦法進行的 我不能夠說國家推動的 叫你強制聽節目 你猜是文匯報大公報嗎 還是無線新聞TVB 逼你去看 那些是官方機器來的 我逼你去看 你也不想看 人所以是有選擇權的 所以我們叫大家珍惜 中國大陸的所謂經濟模式 這裡就要踢爆 我們引述 現任麻省理工學院 的教授叫做黃亞生 他是紅三代來的 他爺爺 是中共的共產黨的元老 他叫做黃富生 即是說 紅三代 也是大力批評中國大陸的所謂經濟模式 黃亞生 生長在文化大革命的時代 現在 這場風暴正在掛起了 好了 見證過 貧窮 壓迫 混亂的社會 所以黃亞生對於專制的體制根本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後來他就去了美國 再長時間投入研究中國大陸的經濟 研究 他的結論 說中國大陸到最終 地產泡沫爆破 消費疲弱 外資撤離 根本全部跟專制獨裁有關係 即是說 其實由始至終 所謂中國大陸的經濟神話模式根本 是一場騙局 其實很簡單 中國大陸的生產能力 根本不是來自中國共產黨 而是來自萬千 的中國內地人 中國內地人 是很有創意的 就算香港有很多人 是不喜歡國內人 當然我們說得很清楚 五毛當然我們不可能會喜歡 小粉紅當然是敵人 但是 中國大陸 的人的創意 我們從來 沒有抹殺過 事實上中國大陸 非五毛 非小粉紅的人其實是多的事的 我們不難發現 根本中國大陸 很大程度上 經濟神話的創造者 是中國人民本身 而絕對不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做了甚麼 令到中國大陸 好似出現神話 就是因為他將 中國大陸的自由經濟 膨脹出來的泡沫 是透過官方控制數據 令到泡沫更加膨脹 這件事就是中共做的 而這件事 對於經濟爆破 是直接促成的原因 因為如果經濟 一直用真數據 其實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大爆破 不過如果用真數據 中國大陸的企業 根本就不會有 那麼大的盈利模式 所以 其實說穿了 中國大陸的經濟神話 就是由中國大陸 共產黨一黨專政之下 製造假數據 透過公權力 控制 數據和輿論 是製造出來的一次泡沫 而且這個泡沫 是一次性的 爆破之後 就沒有辦法再修復了 簡單來說 神話根本就不存在 神話 跟JPEX有甚麼分別 JPEX就跟你說 可以有十多二十多的回報 然後跟你說 很成功 你看看我們的投資模式 原來由始至終都是假的 那麼何來成功呢 所以中國大陸 你現在重新去看看 就知道 根本 沒有出現過甚麼中國神話 由始至終就是一個 高槓桿的借貸 的一個活動來的 而現在借了多少就要還多少 根本沒有神話發生過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情況 跟好像有些人四周圍問人借錢是一樣的 你以為他好像不用擲 也有很多錢的 原來是周圍問人借錢 周圍買東西 然後你看到他周圍買東西 然後你說很成功呀 這樣的看法 是不是充滿盲點呀 甚至乎 簡直 是叫做本末倒置的 你不是看到人買東西 就代表那個人發了大貸 原來那個人得回來的錢 是借回來的 最簡單 到最終 數目是誰的 中國大陸最想學美國的那一件事 就是把債務輸出給人 然後控制了貨幣的話語權 中國大陸 在沒有習近平上台之前其實一直 向這個方向進發 而且也做得頗為成功 自從習近平上台 根本不懂得搞經濟 也都 作為 全中國最大的五毛之一 根本由始至終就視美國為敵人 而美國最成功的正正其實就是 經濟模式 再加上 美元的霸權地位 每一樣東西都是中國大陸最想學習回來的東西來的 偏偏習近平 甚麼都學不到 而且 直接把美國所做敵人 而且 中國大陸的成功模式 最大的成功因素就是在於 跟美國保持良好關係 美國刻意 扶植你的經濟 所以 根本 其實 中國大陸用回自己的管治模式 是肯定不會有國際金融中心的 香港之所以能夠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亦都跟 英國重點把香港發展成自由港有關 今天香港比起中國大陸 可能會更加專制 就算不是更加 是一樣 香港 自由經濟也會徹底崩潰 所以 在中國模式之下根本不會再出現國際金融中心 如果可以的話上海一早取代了香港 明明最多國企 在 在上海 在A股上市 為甚麼 上海沒有辦法取代香港 就是因為 原本香港 還有一點點自由 現在香港也沒有了 所以 根本 經濟神話最大的創造力 根本就是來自自由 沒有自由的地方根本不會有生產力的 所以 還有一些死雞撐飯蓋的藍絲跟你說 不做國際金融中心不要緊的 萬成都不是國際金融中心 人家有自由呀 你有嗎 你知不知道自由的價值多高 你知不知道 要投放多少制度 多少資源才可以達至一個地方有自由 他這種 說得難聽一點 在亂吠 在狗叫 基本上就跟一個動物農莊裏面的人大叫 是沒有分別的 實在非常收價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這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我們可以只能使用 解放 不用擔心